在這邊做常做按壓 是滿有幫助的 內關穴 所以就是三個重點 就是喝水彎腰法 還有呼吸 摒氣法 然後就是穴道按摩法 可以來推薦 很實用 所以阿嬤就多了一招而已 放筷子 不是 筷子 他應該彎腰不是拿放筷子 對 好 那王醫師 你有什麼方法嗎 其實剛才我們提到說 其實打嗝會跟隔神經 跟迷走神經有關 其實剛剛那些方法 是屬於迷走神經的刺激方法 就是讓那個神經比較穩定 如果說病人都做過這些 偏方都沒效來找我們就診的話 原來我們會開一些 就是一些止吐藥 止吐啊 止吐藥 對 因為本身病人會打嗝的話 是它本身的蠕動 是屬於有點逆向蠕動 這時候開一些止吐藥 甚至不行的話 再把它打一些止吐針 但是我們臨床上曾經遇過說 那種打嗝 連晚上可能睡覺都會打嗝的話 可能就變成 那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可能要把它送到開刀房 去做麻醉 就是把麻醉 讓它整個神經放鬆之後 讓它那個磁徑 醒了就好了 對 醒了之後大部分都會好很多 基本上就有兩三個鴿 我們送去之後起來就好很多 所以都很特殊的鴿 它那個是打得多嚴重 所以要做到這樣 它就一直打嗝 你看到它就一直打嗝 沒辦法喝水 沒辦法吃飯 一直打嗝 對 一直打嗝 也沒有辦法講話 就一直打嗝 那會不會是其他的問題啊 所以有可能說 我們做過檢查之後 發現它沒有 或是說先把它做 因為如果說真的是 腦血管問題的話 你幫它麻醉完之後 它可能過一天過兩天 那個整個神經的刺激 那個血塊的刺激 就這樣就過去了 所以原因也不一定很清楚 但是在治療方面 原因不明就對了 但是西醫在這方面 我們還算是有針對問題 可以做處理 給症狀處理 對 這個打嗝 我們中醫的止吐針 打嗝針是什麼 就是生薑片 一般來說 你假如說比較容易打嗝的人 我們中醫師來根據你的體質 其實生薑 並不是要特別針對什麼體質 你就生薑含在我們口中 也有時候你用打嗝 也會得到那種緩解 這個生薑片在我們中醫 就是一個屬於溫味植藕的 一個重要的穴道 你用暈車 暈船 容易想吐的 你就生薑片 到出門之前先含在 我們的舌頭上面 要用凳薑還老薑 一般來說老薑效果比較好 對 因為老薑是溫中植藕 在古人發現 我們孕吐也會用老薑 去給它泡水喝 也是有幫助的 那我想問一下羅醫師 我們外面有時候 會買一些薑母湯有沒有 好 那個則其實也滿辣 那可以有用嗎 主要是不要有甜分 這種東西一般外面賣 它都會加一些糖分 然後這種糖分的東西 反而會讓你的胃的神經 更敏感 那反而不可以用薑母湯 好不好 彈個老薑片 老薑片就好了 可以試試看 可能也對你有改善 對打嗝的症狀 是 好 如果真的打嗝 打得太奇怪了 太離奇了 就要去找醫生 趕快做檢查吧 好 接下來來看看 這一個是 眼皮跳不停 到底是跳柴還是跳腮 到底是跳右眼 還是跳上面還是跳下面 那我兩個很好玩的 就安妮就是說 你知道搭到我左膝的半月板 其實是被 就是剩三分之一而已 那是因為跌倒的關係 那我有一段時間 我在當領隊 然後那一團要出團之前 檢視到宜蘭去賞金團 賞金魚的那個團 好 可是那一團 就剛好缺領隊 然後我姐在旅行社做事 當然妹妹自己來當領隊 對不對 飛水不落外人田 然後可是在出船前的一個禮拜 我的眼睛一直跳 擔心了 對 一直跳 跳不停 我就跟我姐講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 我覺得我有不祥的預感 因為我覺得女人的直覺 是最敏感的 她說我就是缺領隊 妳為什麼不去呢 對不對 對 就缺一個妳就去嘛 我說好 那我還是去了 去了之後我去賞金 那賞金出團 你知道一定會開始暈船 吐了那幾八糟 別人吐領隊跟著吐好不好 吐完下來 我領隊一定要先走 第一個 剛好在碼頭 碼頭大家都知道是水泥 水泥剛好有一塊 釘子凸起來 在暈船那一季的時候 我剛好就 踩到了嗎 沒有 我鞋子就踢到那個釘子 就整個人趴又趴下去 你知道人在趴下去的事情 你會發現旁邊的人 全部都閃開來 沒有人來救妳 然後妳就整個雙腳跪下去 那個時候慘了 只是剛才開始腫起來 結果一個月之後 我才知道我的半月板破了 就跟林書豪一樣破了 然後趕快去縫起來 那時候我就很準 好 我再跟妳講說 我左眼跳喜的經驗 就是在今年過年的時候 那眼皮一直跳 出二的時候一直跳 跳不停 我就去永吉路一家咖啡館喝咖啡 永吉路我為什麼要搶永吉路那一家 因為今年最大的大樂透 大樂透 對 威力彩 威力彩頭獎 在永吉路那一家 開的 好 結果我在那一家對面喝咖啡 我跳跳說 老公你去買幾張彩券 或者是買幾個刮刮樂 我們來刮吧 我們買了10張 刮中9張 總共加起來5千塊錢 你壓不壓寶 繼續凹下去你知道嗎 可是凹到最後我看 人真的不能貪 因為凹到最後 我們還到500塊錢 對 500塊錢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就是很明顯很明顯 可是如果說 當我沒有辦法辨別什麼時候的東西 我就趕快拿衛生紙 貼在眼皮上 因為我不曉得它是跳喜還是跳災 這是我的很傳統的民俗 所以這兩個CASE 中西醫生有什麼看法 我跟妳講芮林鄭應該是日有所思 她就是在想事情 所以沒有人專心在走路 我們就想做大樂透好了 對 還有就是聽到人家說 有一些喜愛 看到自己左眼在跳 想說這是有喜事 來牽個樂透 對 這個可能有這種心理 可是直覺 女人直覺真的很敏感 但你有直覺到 你會倒貼500嗎 我不會 就說人真的不能貪見好就收好了 所以王醫師大概 不正常的眼皮跳動 什麼叫不正常的眼皮跳動 你那天會跳多久 我跳很久 從早上一直跳 就是它一直跳一直動 就是一直抖 你會知道自己眼皮是在抖 然後就算你怎麼揉 它怎麼休息 它都在抖 在抖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預感很強 不是塞就是洗 可是如果說那種偶爾就是 跳一下跳一下 我不明原因 我就趕快拿一個衛生紙 貼在眼鏡上面 對 OK 那什麼叫不正常的眼皮跳動 先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眼睛正常就是會眨眼 我們正常的眼睛在 在一般情況下 大概6秒到20秒就要眨眼翅 因為我要保持我們眼球的濕潤 那真的其實眼皮跳的人 他自己感覺 他自己感覺他眼皮有在跳 可是周遭的人其實一般在 看不到對不對 對 30公分到時候 你是看不到的 而且那個跳有點像 一秒鐘跳兩下的感覺 對 所以基本上它是看不到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醫學上認定的 一些眼皮跳是基本上 因為我們眼睛會髒跟閉 我們在意的說 你該髒的時候不髒 該閉的時候不閉 這在我們醫學上就有問題 那自己說那種所謂的眼皮跳 不管左眼右眼上面下面 那個是或許真的是有一些 民俗的一些穿潮互惠 可是如果說你眼睛 變成你的跳動 是醫生可以察覺到 甚至說病人的周遭都看得出來 我們先跟妳講 我們眼睛能夠髒跟閉 是因為有個眼輪扎機會閉 然後有個體檢機會打開 那如果這兩個肌肉受到影響的話 你可能你的眼睛就可能 該髒的時候不髒 該閉的時候不閉 第一個 顏面神經失調 我們常說我們顏面神經 如果看到很多病人一走進來 會說醫生我完蛋了 我中風了 為什麼 我眼睛閉不起來 然後整個半邊的臉的表情肌 完全都僵硬的 它沒辦法皺眉頭 沒辦法笑 眼角沒辦法提起來 它整個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一眼是閉的 一眼是開的 可是這個病在發病之前 它會抖動 它會說 它會先抖是不是 對 因為它本身是屬於 顏面神經受到影響 可能它之前就會抖 它就 王醫師 我兩三天覺得 我眼皮在跳 就覺得我快要出事了 結果現在終於出事 我說那是因為它的病毒 感染到顏面神經之後 你的神經受影響 所以初期有那個症狀 後來它就不動了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才說 病人或許真的覺得 它真的會出事 可是基本上它還是因為 是一個感染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感染 做治療就會好嗎 那個治療如果說 顏面神經麻痺 初期兩天 三天之間 剛才找醫生適當的用藥 這邊強調說這個用藥當中 要包含肋固醇 我們常說其實肋固醇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在這個情況下 顏面神經也可以 對 其實短期五天之內 好好用的話 它在兩個禮拜之內 百分之九熟的病人 基本上都可以症狀完全恢復 如果配合這時候 可以配合針灸 配合做復健 做電療的話 其實恢復性很高 很高 它還會再犯嗎 其實這個顏面神經失調 我們所謂的基本上 大部分是因為跟感冒有關 這個感冒的話 有時候從上呼吸到 感冒就有可能變成這樣 對 影響到所謂的 顏面神經的神經節 在耳朵附近的話就會 所以說病人如果本身太勞累的話 其實很多病都會跑出來 OK 知道嗎 來 第二個 基本上既然跟眼睛有關的話 如果你本身眼睛有一些 乾眼症 角膜炎 或是睫膜炎的話 你本身眼睛就會不舒服 基本上你就會 不自主的就幹嘛去眨眼睛 如果乾眼症已經確定 它是屬於那種乾燥症的 表現在眼睛上面的話 可能基本上就只能 適當的點人工類益來處理 對 因為它本身就是屬於乾燥症 它本身有個自體免疫的疾病 它的抗體會讓它的類腺 分泌比較不夠 OK 好 第三點 第三個其實就比較特殊 是局部激張力不全 就是這個局部 對 它就有某個區塊 它本身不是因為它痙攣 你看到它本身就是 因為那邊的肌肉比較弱 它本身就會去特別眨眼 其實這個病在前一陣子有一個 台灣有一個名人 其實它本身就有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它本身其實 它在 當它其實越容易在你緊張的時候 你越緊張的時候 你越容易會去眨眼 尤其在念演講稿的時候 它就有這種現象 基本上它是本身 所以政治人物是不是 是的 所以基本上它又以痙攣來表現 這時候別人就以為說 它是不是身體有什麼重大疾病 它基本上是沒有的 反而你去越跟它提醒的話 它反而會更嚴重 它越渣越多了 對 這樣會導致它症狀更險 像這種狀況可以 打肉毒感菌 它只要打肉毒感菌就好了 再加上一個所謂的訓練 就是說有時候你不要 故意讓自己去想到那件事情 是 你越不想它 越不處理它 我們請記者去跟它講 對 打肉毒感菌就可以處理了 就可以了 OK 再過來 如果是屬於急性腎衰竭 其實我們身體的器官 不管到最後的肝衰竭或腎衰竭 你整個身體的基本上 都是會出現很多的狀況 那這時候有時候肌肉也會跳動 眼皮也會跳動 其實基本上有可能都已經是 至於腎臟功能末期 其實腎衰竭已經 算很嚴重了 很嚴重了 那時候可能不止眼睛的問題了 對 沒錯 它全身可能本身都狀況都 已經五上六下都受影響了 所以那時候我找出毛病來 是二跟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割雙眼皮了 好 那雙眼皮其實大家都知道 妳好愛自己爆料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會 因為現在割雙眼皮的年齡 越來越小了 那我高中的時候就告訴我 割雙眼皮其實就是說 它會把一塊肉幫妳取下來 這邊的多餘的肉把它取下來 取下來之後 然後把它縫起來變雙眼皮 變成外雙好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眼睛就開始有一些變化了 就是說我的睡覺的狀況 會跟羊一樣 其實大家如果有 閉不起來嗎 妳答對了 就是剛王醫師講的 要閉的時候不閉 不閉的時候對 就是其實在我的肌部章 那妳怎麼知道妳閉不起來 因為我旁邊睡的人會告訴我 會嚇一跳 會嚇一跳 妳到底有沒有在睡覺 而且在動眼睛的時候 對 所以說後來 我就慢慢會有乾眼症 因為妳眼睛是半張開的狀態 對 所以說為什麼我眼皮會 就是說比較容易去跳動的原因 所以我是二跟三 如果說妳們也是跟我一樣 很愛美的女生 妳就表 那這種狀況應該可以改善吧 它可以怎麼做呢 戴眼罩 戴眼罩就可以了 對 然後妳就可以讓妳 就是戴眼罩的時候 妳就可以主動去壓住妳的眼睛 對 然後它就會閉下來 好可怕 好 對 好 所以這個要提醒 有去做眼部整形的 女性朋友要特別 但不是每一個做這樣的人 不是 如果妳用縫起來 就不一樣 只是說需要割掉那個上皮 因為有些人上皮的肉比較肥厚 就上眼前的肉比較肥厚 那妳在割上皮的時候 可能要多取一塊肉下來 然後再來做縫合 那我們是不是就比別人少了那一塊肉 所以再喝起來的時候就不太好喝了 那就是我剛才提到妳那個體檢機 體那個就是我們眼皮像個窗簾 妳把窗簾應該是這麼長的 妳把它剪掉一點點 它窗簾就放不下來了 就蓋不起來了 對 就差一點點 那問題那個時候妳還是 就是睡著什麼都不知道就對了 對 我不知道 然後所以隔天就是說 我兒子在跟我講說 媽 妳剛剛睡覺眼睛張開 這是怎麼可能 所以真的有眼睛張開睡覺的事 對 我們副小的東西是在裡面 有四個小點 那那個本身是副甲妝 現在是管我們本身的蓋